日前台防务部门以新闻稿方式 宣称监控解放军援火火箭军 以及福建某地面部队动态 该事件引发两岸各切关注 台媒表示台防务部门过去很少实施 且公开指明解放军地面部队动态 但本月17号 该部门发新闻稿 声称台军正严密掌握监控解放军防空 援火等部队动态 21号 该部门新闻稿第二次提到解放军地面部队动态 对此岛内军事专家称 台防务部门妄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 其可以监控大陆海空军 及来自陆地的所谓威胁 展示所谓坚真能力的含义浓厚 但台军真的有相关侦察能力吗 台湾联合报表示 由于台军并未配备远程对地侦搜雷达 远程地面目标情报获取能力还有待强化 据分析是通过他方情报合作管道 取得相关卫星坚真实实情报 台媒援引不具名官员的话称 台军联合情坚真体系 包含盟友情报合作管道 据了解 主要是美方提供的卫星实时侦察情报 有大陆军事专家也认为 是美方给台军提供了军事情报 专家提醒 短期内来看 台军所谓监控解放军地面部队动态 对解放军构成的威胁有限 但如果美国继续以此作为 向岛内推销武器的借口 这种趋势值得警惕 出销案